你 你 你不信任他 你也不信任我 你叫我 叫我怎么信任你 你跟女孩 去了那么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不提时间告诉我 我当时太着急了 我根本来不及 想联系别人 那陆锦铭呢 他是突然出现在那儿的 他说是唐总告诉他的 你难道到现在 都不知道他什么目的吗 你是在给他 追求你的机会吗 什么叫我给他追求机会啊 要不是他今天 突然出现在那儿 我们平时都是碰不到面的 学长 你想多了 因时和静明资本 合资能够米钱 你怎么可能碰不到面 平时就算见到了 也是因为工作 你刚不是说碰不到吗 学长 你的反应 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过了 他们这些富二代想什么 我最清楚了 他们追求人手段 就是无孔不入 你这么单纯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真的想多了 况且陆锦铭 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在帮他解释吗 你 你不信任他 你也不信任我吗 你叫我 叫我怎么信任你 你不信任你 我现在想不信任你 都不信任你 我甚至不信任他 我希望责任你 你这儿 还是不信任你 全部都不信任我 对不起 我刚才太不冷静了 对不起 我希望你能理解 在上一段感情当中 我早得过背叛 所以我非常害怕 我 我非常敏感 我刚才这样 我就是因为害怕失去你 学长 我理解你 但是我有分寸 我也不会去做背叛你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把 在上一段关系当中留下的阴影 带到我们这段关系当中来 好吗 我知道 我不该不相信你 我控制自己不那么想 我不管那么冲突吧 原谅我 好吗 从来不让你赴 你还不过 我可以发现 同一段关系 这样 我本来不可以做的 我要不要 我 .. 我们可以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